如果人生能够重启 所有令你后悔的事情能够重来一遍 你会做何选择呢 今天悟空就要为大家介绍电影 人生重启的第一集 男主是个点儿郎当的天使 没事的时候喜欢在人间闲逛 给人重新来过的机会 这次他来到了女孩真理家 他是一个资深的肥宅 整天躲在房间里打游戏 准备一宅到死 某天游戏页面里跳出了一个相亲网站 他好奇的点了进去 从此身陷其中不能自拔 甜甜的网恋让他忘记了烦恼 对方还是一位医生 真理恨不得把自己也送去给了解剖 虽然在网络上真理很是春风得意 可是在现实里却很惨 讨人厌的妹妹处处都比得优秀 把他当成家里的蛀虫 故意恶作剧 给他的饭菜里放了蟑螂 把真理吓得够呛 还讽刺他物以类聚 争吵声音引来了爸妈 他们理所当然的认为 是真理平时不注意卫生 所以屋子里生出了蟑螂 真理只能一个劲的道歉 妹妹还趁机在房间里东翻西看 认为姐姐的东西也就是他的 发现他正在网恋的时候 嘲讽的更厉害了 直骂他恶心 这时对方正好发来了自己的照片 想要约真理见面 看到这样的沙马特造型时 姐妹俩惊呆了 居然是一个狂宅酷炫的美少年 还是个医生 顿时眼冒桃花 妹妹威胁他又把自己的美照发过去 毕竟发他这个宅女的仇照 肯定立马被甩 真理没敢阻止 就亲手传了上去 结果对方看见之后 就要求奔现 妹妹阴险的笑着 代替真理去约会了 两人进展神速 还约了周末要去他家里玩 真理吃醋到发疯 妹妹还是那句 反正你的就是我的 看着两人的合照 真理痛哭不已 这时手机突然响了 传来一条短信 问他是否想重启人生 接着开头的天使小哥 便送快递到了他家 真理害怕的想把他赶走 小哥赶紧说明来意 他可以让真理的人生 回到传送照片之前 他犹豫了一会儿 最终同意了 一阵恍惚之间 他真的时刻穿越了 这一次 他没有同意妹妹的做法 传了一张自己的丑照过去 结果对方依然想见他 真理盛装打扮了一番 你别说 真的是没有丑女人 只有懒女人呢 久违地走出家门的他 紧张到无法呼吸 在医生面前频频出错 不敢说出自己的实情 伪装成了一个普通的上班族 感情进展得很是顺了 这时 妹妹却出现了 她绝对看不得姐姐的好 发誓要把两人的感情给搅和了 上来就拆穿她的伪装 说她根本就不是什么上班族 已经家里蹲很多年了 是个十足的宅女 真理尴尬都不行 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结果帅小哥很是给力 说真理不论变成什么样子 他都喜欢 跑一出浪漫的偶像剧剧情 真理彻底的沦陷了 也向小哥说出了自己的实情 一点没有防备的去了他家 殊不知 小哥偷偷的在饮料里下了药 等到一觉醒来的时候 已经被绑在了手术台上 原来 小哥是一个十足的精神洁癖患者 绝对不允许别人对他说话 欺骗他这么久的真理 将被他活活的解剖 当然他不是第一个 之前他已经解剖过 很多欺骗他的女孩了 真理害怕的惊声尖叫 突然时间暂停了 小哥消失了 天使再次降临 问他后悔过 要不要重新来过 不过这次 只能回到妹妹和医生交往的时候 按照剧情的发展 妹妹很可能也被变态 带到这里杀掉 也就是说 他现在要在自己和妹妹之间选一个 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决定 不能草率 于是天使拿出一枚硬币 看看是哪一面先落地 以此决定命 最后时刻 真理突然笑了起来 先他一步 在手机上选择了重启 毕竟他一直都很讨厌妹妹 既然他喜欢抢 那就让给他好了 还立马写了一封告密的邮件给医生 告诉他妹妹的真面目 就这样 借着他人的手 帮自己除掉了讨人厌的妹妹 从此 真理的心病好了 不再宅了 决定重新回到现实生活 代替妹妹 成了爸妈的好女儿 就像是重生了 这时 门铃响了 真理忙着去开门 突然伸进了一双带血的手 紧紧地抓住了他 原来 妹妹在临死之前告诉了他 真理也是个骗子 一直都在欺骗着他的感情 所以他就过来复仇了 真是相亲相爱的好姐妹 这一次 天使没有出现救人 真理在绝望中领着盒饭 故事也到此结束 这个故事出自日本连续剧 人生重启 引发人深刻的反思 现实中的人生只有一次 不会出现天使来重启 不要徘徊在计较得失的迷宫里 看不到 即使就在近前的曙光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